好的大型翻車現場 說錯了 有超好玩嗎 好玩 有比馬卡羅宮有好玩嗎 好玩 算啦 剛剛82泥公斤 77 159 來上來 屁啦 要確定欸 確定確確確 這個計畫 重金喔 重金 重金 哇 到底可不可以 嗨歡迎來到拍拍日常 我是拍拍 那今天要來為大家開箱 這個超寶買的 彈跳床 那因為之前是在屁卡龍 有看過各種不一樣的彈跳床 但是它就是面積比較小 然後我也是很擔心說 小時候會跳跳就倒出去 就是會有危險的考量 那我上網找到像這一款 它是有這個防護的 有那種微懶的感覺 感覺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它也上面介紹有寫 就是可以承重到500斤 那500斤換算成我們的KG 就是公斤的話 就是250公斤 那我們要請兩位壯丁來幫我們 組裝一下 我們再來實測到底可不可以承重到500斤 這位就是無人啦 這位是兩個孩子的爸 那我們等一下就有請兩位爸爸 也幫我們繼續組裝囉 GO 你們覺得這是有辦法一個人組裝好的嗎 可以吧 那時間的長短了 那你有信心再多久你才可以 20分吧 計時開始 來計時開始 兩個孩子的媽媽幫我計時一下 5點32分 好 你看兩個爸爸在那裡組裝 兩個孩子的媽在那裡耍背 兩個孩子的媽在那裡耍背 藍骨頭好糖嗎 藍骨頭好糖嗎 好糖耶 舒適齁 對 這個咧 G 你有期待嗎 有 期待什麼 期待在這裡 好的大型翻車現場 裝錯了 那怎麼弄出來糟糕 現在每一個都要先敲裝吧 唉唷小心喔 來剛剛誰說20分都可以裝好的 很意外的話 不意外的話 就出意外了 先勾一個 先勾一個 他那個勾 他是有附一個勾的對不對 對 可是這樣好奇怪喔 這個等一下應該是會拉扯之後會 應該會變緊 會變緊 我看到我當初會選這個比較貴的還有一個原因是 你看他這是一體成型的 這個布跟中間的縫是縫一起的 便宜的是這個外面的罩子 包邊的這個罩子 跟裡面的彈簧床是分開的 所以就會有小朋友跳一跳 然後腳插進去這裡面 所以我最後是買這種 他中間這裡是接縫是縫一起的 這種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他這個也有一點厚度 邊邊這個也有厚度 就是他裡面是有 塞這個不知道什麼 這是棉吧 這算中間是什麼材質 就是他有保護的一個效果 比較安全一點 比較安全一點 完成 終於 終於 花了多久 我們本來預計20分鐘 結果實際用下來我們花了 一個小時 所以如果一個人的話 可能要一個半是兩個小時 那如果一開始沒裝錯的話 嗯 40分 大概半小時 哈哈 那我們現在要 請Model 請Model 是不是 試跳 一 二 一 三 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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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醬 他快跳超過那個地方了 厲害喔 請問你覺得這個跳床好玩嗎 好玩 怎麼樣好玩 就是跳起來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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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超好玩嗎 好玩 有比馬卡華公園好玩嗎 超好玩 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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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要來挑戰實測一下 他上面寫500斤嘛 250公斤 我是八歲 你幾公斤 八歲 八歲 那你幾公斤 十八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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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弟弟十公斤 十四 十四 這樣兩分是多少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五 你幾公斤 五十 三十二加五十 八十二 八十二 請上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八十二公斤 效果怎麼樣 你確定可以 欸可以欸 喔這個我不喜歡 很喜歡是不是 我不喜歡 喔你不喜歡 喔 欸來 拍幾公斤 剛剛82你幾公斤 77 159 來上來 屁啦 要確定欸 確定確確確 這個計畫 重金喔 重金重金 喔 到底可不可以 我覺得 不要跳 你下面有下線嗎 有下線了 有啊那個 六個柱子跳下去了 我覺得可以站 不可以跳 跳他會 他會崩壞 所以這真的只能 警線小朋友使用 就是大人的話可能 陪著啦 如果陪著在旁邊的話 他們都逃跑了咧 那一個大人可以 一個大人可以 好你看 這位先生你幾公斤啊 77 77 我們來示範一下77公斤的 他再幫你灌一下 我真的覺得不行 你覺得很下去是不是 因為我如果 我現在是稍微 放鬆掉 體重在上面的話 他是會下線蠻多的 所以我跳起來 他應該是會 陷阱 我跳他應該會陷阱 所以 大人盡量不要玩 不過這樣測試起來 其實應該 四個小朋友進去應該是可以的 哈囉 這位小孩嗎 他應該是 來了 舞董賽寶了 Yeah 他想說我的水我在哪 小一點… 小一點 雖然這個有防護網 但是如果比較小的小朋友 還是建議家長 一定要陪在旁邊比較安全 阿比那個不敢 因為他還被洗 YA YA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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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